临花盛开很多游客赏樱花选择到淡水的天园宫 当地的住户就是看准了商机在私人土地上画上了停车阁 小客车呢一次收费一百块钱 不过就当他们大赚外快 其实已经同时出发 塞油要停哪里啊 到天园宫赏樱花沿途塞不停 就连停车也是个大问题 购物鱼吗 还有没有位置 以为找不到车位 沿路却有不少停车场业者在招揽生意 只不过这些停车场似乎都很简陋 停车不给收据 原来是天园宫附近住户开放私有地 提供游客临时停车 之政府规定停车场要营业 必须要申请登记证 否则就会依照都市计划法 或是停车场法向业者开罚 那是天园宫的停车场吗 不是不是是私人的 那是樱花季改的 对对对 这个要去申请吗 其实如果现在让我们短暂的是不用 业者坦诚这是私有地 提供樱花季的游客暂时停车 不过难道真如业者所说 停车场短暂经营 就可以不用向政府申请登记证吗 民众投诉赏花当天 外头一堆警察指挥交通 原来朱立伦也到现场 只不过地方父母官只看得到天园宫 游客络绎不绝 却忽略外头交通混乱 找不到车位的民众 也只好选择当地住户私营的停车场 但这当中万一发生问题 又该谁来负责 记者李贯志未停 新北市报道